这位美女正被一个瞎子邀请跳舞 跳的还是难度较大的坍哥 就在大家准备看热闹时 却发现两人配合默契 舞蹈也是渐入佳境 女人沉醉在这激情飞扬的舞蹈中 而盲人也找到了前所未有的自信 一起过后 盲人介绍身边的马丁给美女认识 想为两人牵线搭桥 结果话刚说到一半 才发现女人已经有了男友 气氛瞬间有些尴尬 叶老余少回到车上 风轻拂两人头发 像是一对配合默契的父子 可实际上 两人才认识不到三天 马丁作为名校的佼佼者 加上帅气长相 按理说风光无限 可因为贫寒家境 总让他与贵族同学格格不入 一旦有空闲时间 他就会找各种各样的兼职 感恩节前夕 同学们都准备去滑雪旅游 他们故意叫上马丁 得到的自然是否定回答 你为什么要做的 你知道他在帮助 通过招聘网站 马丁找到了新工作 只要照顾一位退役的眼盲军官三天 就能得到一年的生活费 这报酬实在是令人心动 可就在前往军官家时 令人的妹妹却提出了许多奇怪的要求 比如不能叫雇主长官 不能问任何问题 甚至在对方站不起身时 千万不能去搀扶 马丁很是奇怪 可当他听到里面暴躁的怒吼时 就知道这位长官不简单 他有些退缩 那还是稳了稳心神 刚走进去 他就犯了第一个错误 进屋之后 部主弗兰克上下打量了马丁一番 虽然他什么都看不见 就在这时 小侄女过来打招呼 结果却被弗兰克咆哮赶走 他从不与任何人互动 自顾自喝酒抽烟 满屋子都是空酒瓶 只是一言不合 就让马丁现场做八十个俯卧城 最后让马丁滚出自己的视野 马丁无语之计 正当他想要离开时 妹妹告诉马丁 之前弗兰克是个战功赫赫的军官 但因为意外事故也忙后 就一下子崩溃了 他开始变得孤僻古怪 如今要不是妹妹一家要去探亲 也不会着急找人 善良的马丁 最终同意接下这门工作 晚上他回到学校 和同学小胖在外散步 结果刚好看到几个导弹鬼 正在路灯上动手讲 他们看不怪严肃的校长 准备恶搞一下对方 这时候 一位老师刚好过来 小胖集中生智 引开了对方注意 一切大功告成后 校长开着豪车来到学校 果不其然 在看到有人在路灯上 放了一个气球时 校长有些小小的愤怒 便直接上前拽掉了气球 结果一桶油漆当头交下 新买的爱车被毁 他的愤怒值达到了顶点 经过那位老师指认 表明马丁和小胖曾路过那里 他们一定看清了导弹鬼的模样 小胖家里有钱有势 敷衍几句就走了 而老实的马丁则被留了下来 校长说 我这里有一个哈佛大学的保送名额 专门给付不起住宿费和学费的学生 你知不知道 我这年纪录了一篇文章吗 我先生 你 巨大的诱惑面前 马丁陷入两难 一方关乎自己的未来 一方关乎出卖朋友 校长愿意给他一周的考虑时间 从校长室出来之后 小胖告诉马丁 做人千万不能出卖朋友 否则你也知道下场 毕竟你老家离这里不是一般的远 凡心是压在马丁身上 但他没空去想 今天是兼职第一天 再次来到弗兰克屋里 他依旧内心忐忑 好在弗兰克有急事 他让马丁准备好西装和行李 看得出是一个远途旅行 面对前来告别的妹妹 弗兰克表现出少傲的温柔 一番收拾后 马丁下意识想要帮弗兰克一把 结果被对方狠狠甩开 并警告他说 不准碰自己 除非自己开口 到了机场后 弗兰克订了两张头等舱的机票 这是马丁第一次坐飞机 他十分拘谨 而一旁的弗兰克 已经和空姐搭上了话 并准确叫出了对方的名字 这让马丁很识不解 问弗兰克怎么能看到对方名字 弗兰克坦诚 自己有一个识别女人的妙招 保证每次屡试不爽 这个老头不简单 眼睛看不见东西 却能准确叫出空姐的姓名 马丁大受震撼 弗兰克告诉他 这招叫做文香石女人 空姐用的是一款经典英国香水 可说话却是加州口音 外地人渴望成为英国淑女 那么你叫他答复你准备册 马丁若有所思 弗兰克表示 自己爱女人胜过一切 连法拉利都要排到第二位 可惜人之慕年 他依旧是孤家寡人 到了纽约之后 两人来到了豪华市中心 在华尔道夫大饭店 订了总统套房 不过这舒适的一切 并未让马丁感到轻松 一周后就是生死抉择瞬间 出卖朋友换取保送名额 保住朋友放弃未来 这个抉择过于困难 弗兰克察觉到对方的情绪 告诉他 你的朋友都是有钱人 而你不同 做人该为自己考虑 但马丁显然不想这么做 到了餐厅之后 弗兰克解释了自己这趟旅行的目的 为的就是临死前快活一把 住好酒店 吃大餐 看望自己的亲哥 找一个女郎谈心 最后舒服地躺在酒店床上 结束自己的一生 马丁震惊极了 根本无心吃饭 但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劝说 第二天不到七点 弗兰克就请来了裁缝 给自己和马丁做了两件正式西服 在听到马丁还在为学校的事着急时 弗兰克再次劝他 你的同学都有靠山 找老爹就可以摆平 可你什么都没有 不等马丁回答 他便带着对方去了自己的哥哥家 这次来是见面也是告别 可没想到 对方一家看到亲弟弟前来 却丝毫没有欢迎的感觉 气氛颇有些尴尬 好在弗兰克自说自话 并主动留下来吃午餐 马丁凑近对方哥哥耳边 说弗兰克一直很孤独 可没想到 大哥只是冷冷回复 那你应该带他回你家里 血缘亲人却没有一点亲情可言 尤其在饭桌上 外甥当众揭开弗兰克的伤疤 说他本来有机会晋升司令 结果因为酗酒 把手榴弹扔在自己脚下 最后前途毁了 眼也瞎了 说完这一切 大家都沉默了 然而外甥依旧喋喋不休 弗兰克再也忍不住 当众教训一番 聚会就此搞砸 两人只能狼狈离开 临走前 弗兰克对大哥说 隔天一早 弗兰克就穿好了衣服 在30秒内装好了弹夹 马丁想要把枪药回来 不然就打给对方妹妹 结果弗兰克 直接把电话号码给吃掉了 这幼稚的行为让马丁无语 但弗兰克没有接下来的行动 他还想继续闲逛一天 在马丁的再三要求下 弗兰克终于同意把子弹交给对方 而后 两人去了明星理发店 做了个拳头套餐 随后去了一家高档餐厅 在这里 马丁看到了一位美艳的女人 可他不敢上前打招呼 弗兰克是行动派 当即拉着马丁过去搭讪 邀请对方跳一只摊歌 可对方并不太熟悉摊歌 担心自己会跳错出手 但弗兰克表示 自己是资深摊歌达人 可以免费教授对方 幽默的谈吐让美女无法拒绝 开始女人有一些拘谨和无措 但当音乐响起 弗兰克手把手交手 两人很快适应了音乐的节奏 他们成了餐厅的主场 无数目光被这段舞蹈吸引 弗兰克尽量控制节奏 与美女齐平 几个回合下来 女人愈发熟练 一曲作罢 掌声涌起 就在这时 女人的男友赶了过来 他着急拉着女友出去 明显看出女人临走时依依不舍 弗兰克贴心为其付了账 叶老以少走出餐厅 晚风袭袭 弗兰克让司机帮忙找了一位硬招女郎 这是他最后的心愿 看着对方远去的背影 马丁对这个老头的态度大为改观 趁着等候间隙 马丁打电话给同学 没想到 对方正如弗兰克猜测 找了老爸坐靠山 而无权无视无背景的马丁 只能自己硬扛 正在他不知如何抉择时 弗兰克出来了 看得出他很满意 旅行的最后一天 弗兰克像生病了一般赖床不起 马丁看他情绪失落 便提意外出兜兜风 想到自己还从未坐过法拉利 弗兰克瞬间有了精神 他们租了一天的时间 但中介以马丁年纪太小为由 不肯租赁 最后还是弗兰克 塞给他两千块钱美金的小费 这才如愿上街 拉风的红色法拉利 是弗兰克梦寐以求的车 可他却不高兴 因为现在的自己 只能坐在副驾驶 看出了对方的心思 马丁便找到了一条无人街道 让弗兰克体验一下开车的感觉 油门越开越快 弗兰克的心情也逐渐变好 通过超乎常人的嗅觉和听觉 弗兰克竟然准确地拐弯 避过障碍物 他像小孩子一般开心不已 直到最后被交警拦了下来 好在弗兰克演技高超 竟然骗过了对方自己是盲人的事实 不过经此一事 两人还是还了车回酒店 许时觉得自己是个废物 在等红灯的时候 弗兰克静止冲向车流 鸣笛声阻止不了他 可最终还是被一个垃圾桶撞倒 最后还栽在了路边的花铺中 巨大的孤独和挫折感再次席卷而来 弗兰克觉得是时候结束自己的生命了 这个男人决定去死 他刚和美女跳过舞 吃过大餐 住过七星级酒店 现在 他的人生似乎没有了遗憾 回到酒店后 弗兰克支开马丁 让他下楼去买瓶好酒 等到马丁下了电梯 突然意识到对方想要干嘛 他快速折回房间 正好看到弗兰克正欲扣动扳机 马丁连忙阻止 结果对方把枪口对准了自己 这让马丁有些后怕 放松语气 好好劝说 但弗兰克却觉得 自己是个废物 看不见未来 看不见一切 活着只是痛苦 但即便如此 马丁还是想劝对方 能够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他趁着弗兰克不注意 瞬间冲了过去 人人都会犯错 人人都活在黑暗里 那就扣动扳机吧 可是总有一丝不甘心 弗兰克让马丁给自己一个活下去的理由 马丁给了两个 会跳汤格 会开法拉利 这已经超过无数人了 弗兰克接受了这个理由 两人喝了杯酒平复心情 马丁劝对方找个伴侣 一起过下半生 别见你这么帅气 又很风趣 喜欢旅游 并且富有同情心 一连串的优点下来 让弗兰克心情畅快 在此之前 他总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旅行结束 马丁要回到学校进行抉择 校长为了逼迫他们 说出导弹鬼的名字 决定召开选校大会 马丁还是觉得 不能出卖同学 来换取宝宋名额 就在会议开始时 小胖带着他有权式的老爹坐在一旁 而马丁则是孤身一人 就在关键时刻 弗兰克不请自来 坐在了一旁的家长席上 校长率先对小胖发问 连问几遍后 小胖不敢正面回应 便把矛头对准了马丁 说他当时离得近 看得更清楚 这下 马丁成了重视之地 他表示 自己看到了同学 但是不能说出他们的名字 对此校长毫不客气 说如果拒不回答 就要承担毁坏校风的影响 很有可能被退协 面对如此威胁 马丁不知如何作答 校长当即做出回应 说马丁说谎败坏校园 要和委员会决议开除对方 而小胖因为自己的老爹坐靠山 没有受到一点出发 弗兰克忍不住为其发声 问校长 你们的作用名是什么 出外朋友以求自保 同样是面对问题 马丁可以直面冲突 坚持原则 而小胖躲在老爸的屁股下 安然无恙 作为九父盛名的名校 往日的校风早已不在 成了卖有求荣的老鼠大队 弗兰克阵阵有词 校长脸上无光 当即拍锤 瞧开除马丁 弗兰克激动战气 说要是五年前 自己就扛着火箭炮 烧了这个地方 残区的身体不可怕 残区的灵魂无法弥补 这样的处罚毫不公正 甚至直接扼杀了马丁的灵魂 最后弗兰克请求委员会 说这孩子的前途 掌握在你们手中 请不要轻易毁掉 说完这一切 委员会也现场召开会议 表示会继续留马丁念书 并撤销开除学籍的处分 结果一出 全场掌声雷动 这不是马丁个人与学校的较量 而是正气与官方邪气的较量 在会议结束后 马丁和弗兰克走出校园 一位政治老师跑了过来 他很佩服有着高见的弗兰克 急剧攀谈下来 弗兰克闻出他身上喷的香水味 并表示自己知道去哪里找他 这个有魅力有客气的老头 让政治老师更加心动 相信等待弗兰克的 将是幸福的晚年生活 马丁将弗兰克送回家后 看到他开始主动与职与互动 这次远行 让两人都有了改变 获得了不一样的心声 影片最为闻香时女人 单讲的 却是两个男人的游异 在面对人生的十字入口时 你会坚持原则守住底线 还是利用捷径摆脱道德感 相信对很多人来说 都是困难抉择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 保持初心难上加难 电影之所以可贵 就是因为人性的光辉耀眼夺目 让大家有所共鸣 而回到现实中 我们又该如何选择呢 好了 本期解说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小伙伴们 记得点赞 收藏加关注 我们下次见 拜拜